最上钩赶紧用力的挥动钓杆 不少钓客只要天气好 都会相约去湖边或海边钓鱼 但你有想过吗 陪钓鱼能是一种职业 有网友在脸书社团 剖出真才文 找私人主管的司机兼助理 基本要求开车经验要十年以上 除了日常行程处理公司业务 最重要的是能陪老板钓鱼 而应聘者要有耐心配合度高 没有不良嗜好 热爱钓鱼有四年以上经验 基本一中要陪老板海钓三天 月薪从五万五起跳 每年还能调薪 三节合两个月年中不会少 工作待遇高 周休二日 临时上班再付加班匪 听起来刹那今天听起来好像还不错 如果是all day的话那很累 年轻人应该很喜欢冒险 还不错 去跟老板去钓鱼 然后还有钱 会觉得是骗人的 真才需求一公告 不少人抢着应征要投履历 直呼是梦幻直缺 但在内行人看来可不轻松 钓科表示海钓很累会消耗体力 事后还要开车身体吃不消 也有钓科认为工作能跟喜好一起很不错 裴钓鱼直缺一出 实际致电这家公司 确实有不少人来投履历 在一首人张凯亮张启云台北 采访不到